你想留下它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怕伤心 受怕剥皮 它也就到别人的怀抱里去 如果你要真想留住它 第一 不要消耗你们的情感基础 第二 对它好 自己要努力 你没有别的办法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 你想留下来吗 我不知道 你想留你就留 不想留你就走 你别脚下不动 上半身做出要走的趋势 嘴里面还要说你不好 你那叫虚张声势 要一个人相信自己 那么自己的行为 要值得让人相信 你承不承认你对他的心其实早已经开始动摇了 我对他 你别说是因为他的原因 我只问你 你对他的心是不是动摇了 我没说你心走了 我是指动摇了 是的 如果想好了留 就像刚刚莎娜所说的 既然他是个矫情的男人 既然你跟那两个男人没什么事 手机放开去看 你要删就删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如果我真的就是不能忍受这种不尊重 那我就走 别默默唧唧 你那样既耽误别人 也影响自己 好吗 就这样 好了 世界流给你们自己选择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真情60秒 我觉得我还是非常喜欢你 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虽然以前我对你做的事情 是有钱妥当的 但是我一定会改 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吧 听完老师的建议 我会再好好考虑我们这段感情 好 谢谢老妹 请回吧 来来来来 请开门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 各位请见证 谢谢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以后我一定会对你多被惯心的 以后我一定会对你多被惯心的 来来来 谢谢 谢谢你们啊 请回 如果他们是真挚相爱的 希望这是过去的一道坎 过了这道坎 愿他们能找到爱的真谛 好好相爱 希望他们幸福吧 电视频